习近平要完成一大任务,办武剑大事件建究新图,看中国记者林忠宇综合报道,习近平和多位高层官员,结束对西班牙、阿甘廷、巴拿马、葡萄牙国事访问已于12月6日紧急赶回北京有指席回国后代办的一大任务和武剑大事,包括应对贸易战暂停的任务以及搞改革开放, 的高规格纪念活动都是极为揪心的,综合媒体12月6日报道,有美媒引述知情者分析,美中双方虽然宣布贸易战暂火90天,但未来仍存变数面对严峻的外患内忧,习近平在接下来的90天内要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和两会前的武剑大事消息, 认为,这些事对习近平来说渐渐揪心,关于一大任务知情者称,习近平与川普在阿甘廷首都布伊诺斯埃利斯举行的穿袭,会试图在90天内要结束中美贸易战,可谓一向不可能的任务, 根据白宫在会晤后发布的声明,习近平承诺减少中美间的贸易不平衡,并将从美国采购大量农产品等产品。 川普则同意,2019年1月1日,暂时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维持在10%淡如,果双方不能在90天内就双边贸易的结构性改变达成协议。 对这批商品的关税仍将提高到25%这,意味着对中方来说虽然获得了90天的缓刑,时间但是仍然是豁服难料。 因为美国方面已换赏了一位更加强硬的官员,莱特希泽负责这90天的谈判。 五件大事一,改革开放次十周年纪念大会,二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三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四中美联合公报的系列纪念活动,五召开次中全会。 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次十周年纪念大会预计在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次十周年之际举行。 这一事件之所以敏感,是因为牵涉习近平与邓小平家族的冲突。 消息人士向美媒爆料,称,歌颂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春天的故事,本来由原总政某歌星翻唱结果,被阻止又从独唱变为舞蹈播放的是以前的版本。 从外媒近期报道,可以看出这个大会的具体时间、规模、内容一直变幻中,将淡化邓小平,强化习仲勋,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地位英国金融时报,在上月的报道中指出,在纪念改革开放次十周年之际,中国最具权势的两大家族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个人分。 其显现了出来,据称去年底深圳一个博物馆开馆,入口处是一块在线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巡视该地情形的浮雕墙,那次难巡视中国改革时代的代名词。 2018年夏天博物馆闭板改造呆到8月重新开放时,浮雕墙被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段在扬中国经济转型的中英文被照的讲话取代9月入口的设计再次发生变化,加入了习近平和邓小平的语录。 到了11月展览馆恢复了最初的设计,浮雕墙回到了原位金融时报只从习近平及其家族看来,此次周年纪念是一个契机可以借机提升其赴信息的历史地位。 明确他当年在推动改革方面,发挥的作用习中心曾在广东省主持工作,深圳成为了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试验台分析,认为深圳博物馆的入口设计的变化无疑透出中共两大家族的争夺。 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在9月16日的中国谈联会界大会上发表讲话,邓朴方回顾了由他父亲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称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革命,又表示,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分量,既不忘自尊大,也不忘自菲薄。 邓朴方的讲话,被外界解读,为他对习近平的公开质疑相应的。 最近习近平南下广东重申改革开放全程回避邓小平的历史作用,习在讲话时甚至依次未提邓小平的名字,在中共官媒的报道中,也不见邓小平理论,等中共惯常用语。 11月13日,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开幕式在国家博物馆举行时。 相关纪念活动也只字不提,邓小平熟悉北京政情的人士表示,邓朴方和习近平的矛盾由来已久,有传闻。 2017年,邓小平的孙女士吴小辉被抓主要,是英吴卷入反习联盟,而这个无形的联盟,背后主要支持者包括邓小平家族。 另外,当局此前已经举办多个活动纪念,所谓改革开放其中11月13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开幕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 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担任重要职务的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内容被消失。 外界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华国锋胡耀邦帮赵紫阳三位中共领导人吴展览,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三位,都属于被迫下台官方,必须能处理另一个高度敏感。 但是中共四中全会会议,一度传10月开后来又说延至11月上旬,召开最后也落空。 之后就有分析说,中共的四中全会,今年开不了了,对于这次四中全会迟迟没开。 自由亚洲电台援引防媒学者杨占星表示,实际上是内部现在还没就决议内容达成一致,也就是还没有办法统一思想等统一之后就召开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27号启程出访,前的26日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也并未提及和时召开四中全会中央社评论指出一次推断,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可能无法在今年内,召开对于未定会期的四中全会的议题。 路透社层引述来自北京的消息人士称,四中全会的主题就是深化改革。 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大的方向仍然是经济上向。 市场放权政治上更强调集权,不过清华大学政治系员讲师吴强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近期退休高层官员频频公开亮相,表明目前党内斗争似乎还不明朗,就深化改革开放而言。 党内现在的争论其实很多,有抨击深化改革开放实际上在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也有强调要跟国际继续接轨。 目前来看四中全会的基调,还很难讲美媒。 引述中南海知情者指出,四中全会确实仍然存在变数不过,为避免海内外的种种质疑和猜测,习近平倾向于在明年三月中共两会前尽快召开,以便进一步消除党内不同声音,尤其是部分杂音确保两会的圆满成功。 此外,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例将于年底前举行,是习近平亲自主持的重要会议。 由于今年遭遇美中贸易战,中国经济成长区缓及潜藏的金融危机预料,这场会议将删讨中国2019年的经济事项。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仍然按例不属明年的农村工作,今年8月起中国突然爆发非洲猪瘟,至今已有21个省市沦陷88起病例。 中共农业农村部12月5日公布,三起疫情在三省市内都是新增的沦陷区,疫情恐仍在扩散。 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系列纪念活动,即是纪念1972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的联合公报。 观察人士认为由于中美关系转差这项活动,到时可能会相当低调。 007月19日ket